积极跟随全球各地环保的脚步 雅加达正式禁用一次性塑膠袋 2019年第142号雅加达省长令 推动市民随身携带环保袋 商场禁用塑膠袋 在今年7月里 全城完全禁用一次性塑膠袋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想要分析在环保袋的环保袋 我们想要分析在环保袋的环保袋 所以我们想要更改变 变成环保袋的变成环保袋 对环保袋的环保袋 我们需要和需要的变成 如果我们想要把环保袋的环保袋 就会变成环保袋的变成环保袋 这也会变成环保袋的变成环保袋 许多商业区已经不提供塑膠袋 顾客前来购物时必须自备环保袋 在适应期如果顾客没有自备环保袋 店家还有提供纸袋可以重复使用 店家必须向顾客宣导 自备购物袋如果被发现违反规定 业者将面临最高2500万吨或台币5万块罚金 相反的政府也表扬落实环保的店家 并给予税务折扣 戴新闻印尼报导 疫情持续